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澳门位于沿海地区受地势制约、内港等多个区份饱受水浸问题的困扰 特区政府深系市民对证下约、整治水患、持续健全防灾减灾体系 2020年引入地震及海啸分析及測暴系统 热带气旋及风暴潮综合分析系统 为缓解内港北区一带因暴雨造成的水浸 以及天文潮引致的海水渡灌问题 2021年5月,内港北雨水泵站双咸渠建造工程完成 经调试头运后有效缓解区内的水浸情况 同年亦完成快置机制青州沿岸防洪工程、架高部分沿岸提位等 以应对风暴潮越堤的情况 内港南雨水泵站及下水渡工程已分阶段开展 路环西侧防洪项目已开展编制工程初步设计工作 未来会进一步落实澳门特别行政区防灾减灾十年规划 我们要配合国家政策 我们要做一些减排智能 降低环境污染、排放量减少、新能源系统等 亦是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 特区政府在2022年编制澳门电动车推广计划 预计在2023年推行 带头推广应用电动车 并督促巴士公司陆续进行太久换身工作 截至2022年第三季 全澳欧四环保标准的重型客车占比降至47% 两间巴士公司已合共有306架新能源巴士 超过公共巴士总数的三成 特区政府要求各公共实体 在救治或更换机动车辆时 尽可能选购纯电动车和纯电动电单车 在所有新建政府办公大楼 以及公共房屋都需要配有电动车充电设施 至2022年12月 完成增加超过2100个轻型汽车充电位 以及在42个公共停车场 完成安装500个电动电单车充电位 在2022年亦推出了淘汰老旧摩托车 并支援新电动摩托车资助计划 为了进一步推动限数 特区政府已在2022年1月1日起 禁止进口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膠餐饮吸管 和饮料搅拌盘 广西大藤核水利枢柳右岸工程已全面施工 至2022年第四季已完成95%的工程量 第三条高压书电通道已投运 形成北、中、南三路的稳固书电架构 实现南方电网 完全保障澳门供电安全的阶段性目标 2022年完成连接 市民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 特区政府持续优化居民的休息空间 以及暴行环境 2020至2022年完成了多项市政设施的建设和优化 包括望下体育中心乐城啟用 在2021年12月起 分阶段开放给居民使用 完成建设观音像海滨休息区 百甲巢公园儿童游乐区等 2022年完成扩大水塘公园儿童游乐场 林茂唐临时休息区已对外开放 二龙侯公园儿童游乐场已已完工 至于圆日圆赛九场的土地利用 将以运动公园的方向进行规划 澳门半岛南岸海滨六郎正是分阶段建设 已完成科学管治观音像的一段海滨沿岸第一期工程 2023年将会有罪推进第二期建设 特区政府为居民缔造多类型、多层次的休息场所 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使居民的生活更有获得感和幸福感 特区政府着力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实现高质量发展 城市建设的成果和居民共享 为居民创造更移居环境 使澳门城市发展生机勃勃 活力平发 活力平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